在台灣的新車市場當中 國產中型SUV的競爭是最為激烈的 那很多人在冠儀的試車頻道裡面講說 我們好想要看國產中型SUV的一些評比 那我們今天撇除了KUGA以及呢 MG的HS最主要因為這兩台車呢 其實他們的車格是偏比較小的 心理上也比較小 所以我們選來呢 車格差不多的三款車 像旁邊的這個Tuzan啦以及CR-V 同時還有Nissan的X-Trail 那我們就來看看這三台車格差不多 而且呢價格其實有一些些落差 因為最便宜的應該就是Tuzan 它大概是100出頭腕 那這三款車呢它有哪一些特色 以及呢在外觀的車格上面 大家看其實都差不多喔 但是軸距最長的是誰你們知道嗎 Tuzan它是最長的2755mm 那其他像CR-V它軸距是最短的喔 然後再來你上的話呢 跟CR-V就差0.5mm而已 那軸距最長Tuzan 然後車長最長是CR-V 內裝到底是會有怎麼樣子 一個不同的變化 我們待會會幫大家實測 那我們先帶大家來看一下 在外觀的部分 其實頭燈都是LED的頭燈 只是說各家的形式都不一樣 可是呢唯一只有Tuzan呢 它是沒有霧燈的配置 以及呢在這三台車上面啊 只有X-Trail它是沒有天窗 就是你要買到E-Power 就是150萬那個E-Power它才有天窗 那現在呢你看到CR-V啦 或者是這個Tuzan的話 它們是都有天窗的配置 然後同時三台都有車頂的行李架 而且在胎圈的配置上面 也都是18吋 是的 我知道大家呢 買這類的SUV一定最在意的 就是後行李箱空間 好 首先這一台 Nissan X-Rail喔 它並沒有竹梯的感應尾門 可是呢它都有這個電動尾門 然後試一下喔 它如果萬一是要夾到人的時候 喔 反應蠻快的喔 不錯喔 那CR-V的部分呢 它有竹梯的感應尾門喔 而且呢命中率100% 這一台不錯 而且你看它還有Walkthrough 就是說你先按了之後 然後你把東西拿一拿走了之後 它會自己自動的關上 那至於呢它有沒有房價 小朋友萬一不小心站在這裡 欸它也有 不錯喔 好 然後這一台呢 它是有電動尾門 但是一樣沒有竹梯感應式的 如果你要的話 它有這個台規的那種 你可以自己跟那個業袋說 看一下有沒有方家的功能 這一台比較痛一點 看行李箱的空間 用目測的話 看不出一朵花來 所以我們會用各式各樣的方法 來實測給大家看 但是我們先看一下 後行李箱的這個配置 首先呢XL 因為它的功能比較不一樣 因為它的這個形象的帳板啊 它是分成兩塊的 這兩塊呢 它可以做一些變化 例如說這一塊 像是遮板一樣 裡面可以放一些滾動的東西 好 或者是說 你也可以做一個調整 就是往下收 它就會變成有多一個空間 有沒有 可以這個縮放東西 因為它下層還有一些小空間 它的帳面數字是647公升 是在第二排座 以沒有傾倒的狀況底下 然後呢這個地方有12V的電源供應 但是在後面的地方 它也有照明的設備喔 可是沒有我非常在意的掛鉤 這個是XL的部分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CRV的部分 看起來CRV呢目前目測起來 我覺得比較陽春 就是後面整個的質感來說 好 我們打開了行李箱 帳板下方是什麼呢 哇 很重耶 這對女生來說實在太重了 好 那這個下面呢 它的就是本來它有一個備胎 現在這個備胎部分已經沒有了 所以有一個滿深的凹槽 可以讓大家來放一些 會滾動的東西 它是放在下方的地方 然後呢它有行李箱的掛鉤喔 喔 這邊有掛鉤非常好 蚵仔麵線掛鉤 然後它有兩個地方 是有後方的這個照明設備 那它的公升數 因為它是客貨的認證 所以後面的公升數 我們是不知道的 好 那再來呢 土上的部分 因為它也是客貨的認證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行李箱的空間 大概多大 可是呢它的行李箱照滿 你看看起來 其實就是比CRV的質感要再好一些些 同時你看它有兩段式 例如我只要拿這邊的東西 我就開這樣一半 那如果要全部的話 我就往這樣子 好 那它一樣是也有這個高低 可以做這個收納 下面呢你看它有好多的格子喔 你可以存放你想要的東西 把它分門別類的放好 但是後面有沒有掛鉤 是沒有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就是照明的設備 以及呢這邊呢有一個12V的電源供應 然後以及後面還有一個小東西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們剛剛把那個備胎下方的地方啊 就是把它稍微再看一下 為什麼我們覺得這三台車的 隔音裡面 XL最好呢 因為呢 XL呢其實它在這個行李箱的 那個帳板的下方 其實它有做一些隔音的材質 那土上當然有 可是它做的沒有XL再好 第二排座椅 就是在正常使用狀況底下 後行李箱的部分 我們剛才實測用四個這個紙箱 還有我們的高爾夫球組 其實表現最好應該是CRV 在放紙箱的時候 它上面的空間還有 而且呢它距離就是門邊 它的這個深度的話 也比較寬裕一些 那當然圖上其實在放那個 紙箱的時候也不錯 只是說XL啊它必須要把 杖板往下再收一格 它才有辦法把四個紙箱放進去 同時門可以關上 那在於高爾夫球組的部分 其實三組都差不多 不過 土上呢 因為在後輪弧的部分 稍微面積大了一些些 所以如果你要放高爾夫球組的時候 基本上要放等於 在輪弧的上面一點點 它等於是要翹起來 你才有辦法把它放進去 三台車呢 離地高最友善的是CRV 它離地高度71公分 所以你擺放東西 上下東西其實會比較方便 那至於像是XL的話 它是離地高最高的 就是77公分 土上的話是76公分 第二台座椅已被傾倒之後 很多人就想要來車速一下 最好車速的呢 我個人覺得 這三台應該是XL 你們會覺得很特別吧 因為XL呢 它要把兩張前面的座椅 都推到最緊繃最前面 然後你就可以把這個小欄給放進去 那現在CRV是 但是在前面的駕駛座 還有副駕駛座 我們都沒有調整喔 就正常駕駛座之後 它就已經完全的可以擺進去 你就可以睡覺 那我說為什麼車速 睡起來是最舒服的 因為它是第二排呢 這打平之後 它整個是非常非常平整的 CRV的部分 它中間還有一個斷叉 那至於土上呢 它今天可能是來陪考的 因為它完全沒有辦法 把一倍給傾倒 但是如果你是土上的車主 不論是標準版本的 或者是Turbo Hybrid的車主 應該你們就知道解決的方法 其實它還是可以車速的 好 我們這次呢 仍然針對了五大象 來幫大家進行評比 而且呢身高不同好不好 然後有男生有女生 進行了這個綜合的評比 首先哪一個空間機能 是你喜歡的 好不好 來 大風吹 我想站中間耶 怎麼辦 因為我先講 我想要選CRV 或者是這個XL 其實在中間我覺得CRV 它只有一個東西吸引我 就是它的掛勾 然後XL比較吸引我的地方 是因為它有兩個杖板的方式 它可以做一個調整 而且我覺得它的質感是最好的 好 那我就它了 對 好 我就它 來 那你們是都選CRV對不對 對 沒錯 為什麼 其實剛剛打開那個車尾門 其實就可以發現 它CRV它的寬度其實是最好的 尤其是它輪乎 它吃的面積是最小 所以你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測試的高爾夫球距 基本上一整組進去 根本就不用移動 就可以直接擺進去 所以是很方便的 我覺得它的離地高 還有加上它的開口 像我們之前在拍攝CRV的時候 就有發現 它其實攝影像很好放在後面打開 我們就很好整理器材什麼的 就它的開口大 我們就很方便去放東西 或是拿東西 這個對我來說很重要 離地板夠近 所以我們這種小個子 放東西特別的好放 特別有感覺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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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後座的表現 好擠喔 好擠喔 好 你們來 你們為什麼 第一個就是這台車它的 後座啊可以 椅背可以傾倒 然後 椅面它也可以做滑椅的角度 也接近20公分 我覺得這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 你在後面不管用什麼姿勢 你想要好好的坐 或者是想要稍微休息一下躺著 都非常舒服 我憑那個後座空間很簡單的一件事 就是西部空間 對 對 我做CRV的西部空間 真的它的西部空間是很有 頭部空間呢 頭部空間 你不是進去要撞頭 對 那個是 進去要先撞到一下頭 但是進去做好以後 其實那個空間 它那個凹槽是OK的 頭部空間是OK的 Blue雷 首先我必須要說 這三台車裡面 發泡棉的設定 最舒服的就是Tosan 它的軟硬非常適中 但是CRV跟XL 它有點偏硬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坐在CRV的後座來講的話 因為它畢竟還有那個全景天窗 所以它整個通透度是很夠的 再加上它的第二排座椅 其實它是比前排還要再有點略高的 所以你坐上去的時候 它後座的乘客 它也可以看到前面的一個 前檔的一個視線 所以Tosan Blue還有那個壓迫感 都是最好的 我為什麼沒有選擇XL 因為我覺得XL它的後座椅 有那個做那個板凳感 它就是稍微讓我的大腿的支撐 沒有這麼多 是有一點點稍微懸空一點的感覺 然後這個CRV的座椅 它是稍微再高一點點 就是說有一點點像是劇院室 就比前面的要稍微再高一點 那我坐在後面的話 就比較不會暈車 我覺得Tosan它也不錯喔 因為我覺得它可以跟CRV 已經可以媲美了 就主要是它的 比如說椅墊 以及座椅的包覆性 以及支撐性都還不錯 但是如果說你要我在沿路移動的過程當中 我要選擇的是CRV 是因為它的整個後座的彈跳感 就是在過任何路面 它的彈跳感的話 我覺得會少一點點 因為它比較均衡 接下來內裝配備 好的你先講 為什麼只有你一個人 首先就是坐進車內 其實我蠻喜歡它的質感的 你說塗上的質感 包含它有兩個12.3吋的螢幕 當然螢幕上可能CRV會比較吃虧一點 所以我覺得還是選圖上會是 比較均衡 對對對 可是如果你想要再更豪華一點的感受的話 其實就是Turbo Hybrid 再加一點錢 對 就是比CRV加一萬 是 你可以得到Turbo Hybrid 我這我蠻直推 尤其是它的內裝的顏色 也會更有層次感 對就是比較深咖啡色 對 它的質感真的又提升蠻多的 它其實第一眼 我一坐進去第一眼 是它的質感 質感非常的好 我非常喜歡 而且非常像 其實就是 新世代Infinity那種感覺 對 還有法師紋的設計 然後還有 木紋這樣子的搭配 我覺得非常好看 對 然後再來就是 數位儀表 數位儀表還有中間的大螢幕 還有 現傳拍檔 配備上來講 還有整個整體質感 我覺得我會給它 內裝的質感上 就是當然它的設計啊 用料 我都覺得非常棒 它有一點我很喜歡 就是它的 方向燈的聲音 它其實它做的那個 很輕柔 很輕柔的那個聲音 對我來說我覺得 開車的 是你喜歡的 有高級的車感覺 有高級的感覺 對這個事情 我覺得我真的蠻喜歡它的那個聲音 你會在意這種方向燈 或者是喇叭聲喔 你會喔 我有一點 好 那一張質感我也是給 這個AXIO最主要也是真的 它比較真的有豪華車的這個氛圍 可是呢 例如像360度環境的話 兩台車都有 只有這個圖上沒有 還有副駕駛座 我覺得那也是那張配備之一喔 圖上是沒有對不對 手動 好圖上是手動的喔 你要到Turbo Hybrid 它的副駕才有喔 所以我們都一直 直推大家要直攻頂 對不對 然後 可是它有一個缺點是 它到這個120萬的價格 它竟然還是沒有天窗 對 它要到E-Power才有 但一個大重點是 它前面有個HUD的抬頭顯示器 我覺得它是真的不錯 可是 它的座椅 我覺得沒有以前舒適 沒錯 對不對 它不是3D的體感舒壓座椅 所以我覺得啊 其實這兩台的座椅啊 真的都比它好坐 我們會不會太直接了 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就是駕駛感受啦 我也來了 抱歉 抱歉 好吧 你就是變成孤鳥一隻了 你先告訴大家 為什麼你選CRV 其實 因為CRV CVT其實我開很習慣 我本身的車就是自然機器 又是CVT的 那CRV它是多了渦輪的CVT 那其實很多人會有CVT的詬病 那它就是很舒服的開 那雖然它前面起步的時候 引擎那個噪音會有點吵 但對我來說我很習慣 跟我的車相比的話 它已經算蠻輕快了 對 那你為什麼沒有選擇Extra 因為它也是那個啊 CVT 而且它是八速 因為它的 帶速熄火 那個一開始的抖動蠻大力的 就讓我覺得很 不是很舒服的樣子 對 理解 在駕駛部分我選擇主上的原因 是因為 雖然這類車型都是以舒適為目的為主 對 但是我自己個人會習慣 就是如果可以在駕駛過程中 有一些 小小的操控感 對小小操控 娛樂性我覺得這樣是非常加分的 對 尤其是 又是鎖子排跟CVT 我還是會選擇它 這樣子 對那 開起來的感受呢 它的全調反應 我覺得 對我來說 我也是相對比較喜歡的 對因為 我不太喜歡像 船很明顯一樣的 第二次晃動那種感覺 哪一台有第二次晃動的感覺 X-TRAIL最明顯 X-TRAIL最明顯 那再以這一台來講的話 我覺得 它過坑洞以後的第一次回彈 就可以直接到位 我非常喜歡 對對對 來 雖然說我後座喜歡CRV 但是 握上方向盤來說的話 我還是喜歡圖上 有一個原因就是 它是七速雙離合器 那另外兩台都是 那個CVT 對 對 那我們剛剛在開的時候 其實我有稍微測試一下 它的換檔撥片 尤其是在 你在減速的時候要退檔的時候 哇 這個雙離合器真的很有FU 尤其是退檔的時候 還會補油 反應都比較快 對 所以喜歡開車的人 應該會比較喜歡這種感覺 那再來就是說 它的避震器 我喜歡那種 過彎的時候 它的車身擺動是比較少的 然後當然有些時候 你可能坐後座的話 可能過伸縮風 會稍微有點跳 但是如果今天換上 你就是握方向盤的話 你反而會喜歡這種 很直接的感覺 所以這是我喜歡的部分 沒錯 因為整體的感受 塗上 在這三台車當中 兩台真的都偏舒適 只有塗上 它真的稍微 比較運動感一點點 我們所謂的運動 就是說 因為它的路感的回饋 會比較多一些 除了剛才說 雙離合 它的這個換檔速度 是比較快一點點的 可是大家會說 可是問題它才180匹耶 這個有190幾匹 甚至於連Axtra 它都破200匹了 但是我覺得 大家在用這台車的時候 要稍微考慮一下 就是在扭力的表現的部分 雖然塗上 它只有27公斤米 然後那個扭力 最小的應該是CRV吧 可是呢 塗上它是在 1500轉的時候 它可以湧現的是27公斤米 這有什麼好處 在你在都市間停停走走 我相信每一個人 都遇到這樣的路面 它其實可以在很低轉速的時候 它就可以給你很豐沛的扭力 所以你會覺得它開起來 絕對會讓你有超過200匹的感覺 如果按照我們開X-REL之後 對不對 那沒有選X-REL 其實我那時候很糾結啦 X-REL在車內啊 你整體移動的感覺 因為它真的很安靜 靜替性真的非常好 你上真的是沒話說 可是呢 它真的 因為它是三缸 你知道那個抖動感 然後尤其是你在怠速的 停等的時候啊 我一直以為說我心計 你知道嗎 就是一直拍到我 然後我說原來是因為 它那個三缸抖動感的部分 那我覺得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話 X-REL就是一台非常好的車 是 最後一趴輔助駕駛 X-REL的輔助駕駛 第一個 它的加速跟減速真的是線性到我非常喜歡 雖然說這兩台 CR-V跟X-REL其實 博重之間啦 說真的 而且CR-V其實還有三車道 可是這台雖然沒有 但是我個人對於它的整個 加速跟減速的反應 我這台車我非常的安心這樣 嗯 那我覺得就是它有三車道 然後再加上它上面 輔助駕駛還蠻精細的 它連貨車都可以顯示的出來 是 對那個真的做得蠻好看的 嗯 那它的線性的感覺 讓我就是非常喜歡 呃 有一個關鍵就是 它其實這一套輔助駕駛 它有一個東西就是說 大車如果跟在旁邊的話 它其實是會幫你稍微有點修正 它不會因為風壓的關係 把你拉 把你吸到搭車 對把你吸到旁邊 然後再來有一個重點就是 我們曾經在這個場地測試過AEB 嗯 這台車的AEB真的是強到你會 不管是你是30或是50甚至60 它煞停下來的距離 完全是等距的 所以這個這方面是讓我蠻驚艷的 但是有點可惜就是它沒有全速域 好那很多人講說 就是CR-V它沒有Level 2 其實我們要在這邊稍微糾正一下大家 所謂的Level 2啊 在SEA的規範它並沒有說你要全速域才叫做Level 2 而是你只要擁有 那即使不管它有沒有全速域 它都是達到Level 2的 只是說去 差在於說它沒有車道居中是從零開始 這個部分就是為什麼不選它 就是72公里以下 還是有差 對那因為你去雪碎 還有現在很多人 比如說我要是什麼過年啊 什麼搭場里程的那種去跑啊 去度假啊等等 我覺得這個部分就很重要 所以我才選土桑 那土桑說實話喔 因為它的作動啊 其實在煞車啦 或者是在加油門的時候 其實都沒有那麼線性 就只要因為我現在開土桑的車 所以我都給它 被收買了 因為我很熟悉 很習慣了它的作動的方式 而且我其實個人蠻喜歡 是把那個就是ACC跟車道居中 是分開來設定的 不會混在一起 對對對 有時候不想要車道居中啊 那我想把它關掉啊 我覺得它有分開 對我來講 我覺得我是比較喜歡的 看到這個手板啊 大家會發現 怎麼都集中在中間 中間幾下 原來是CRV 難怪呢 它在國產車裡面 永遠佔著 國產修理一個地位 每個月都有超過千台 甚至於十二月還是十一月 它還有突破這個 兩千台的一個銷售成績喔 當然我覺得這三台車 其實它的本質都非常的好 只是說 看每一個人個人需求 是在哪一個地方 同時我們也幫大家做了 一萬五千公里 如果你擁有這幾款車 它的養護成本 其實都差不多 那它價格差在哪裡 因為1.5跟1.6啊 的這個排氣量 它們都在同一個稅制裡面 那差就差在車價的部分 你會因為車價的不同 而你的 比如說男生的保險 跟女生的保險 也就會不同 不過呢 你的保養的話 就是訂保的保養的話 其實是X-REL 是比較便宜的 那CRV跟TOSUN的話 大概都是落在三千多塊錢 可以提供給大家這樣的參考 但是我要特別講一下 如果你今天看到這個極頻啊 然後你要去訂這個 圖上的Turbo Hybrid 目前呢 你訂單呢 因為它們還在努力的消化當中 聽說現在有超過千台的殘單 以及呢 你現在訂你要等四個月 但是整體的均衡性 我覺得真的X-REL 我要給它拍拍的手 我覺得它各方面的表現 真的都還不錯 好 看完今天的極頻之後啊 我們有禮物要送給大家 就是這個ORO的胎壓偵測 它比較不一樣 是針對Honda CR-V的五代跟六代的 盲塞孔尺寸所開發的產品 那麼如果你是五代或六代的CR-V的車主 就可以在下方留言 題目很簡單 今天呢 這三款百萬級距的國產的SUV 你覺得哪一款呢 就是你比較有興趣 或者是你有一些想法想跟我們分享 甚至於你是這三台車的這個車主的話 也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給我們